我知道你的心有些想不开 用人民币点烟炫富 下场就是 湖北这名男子 经常在微信400人的群组里炫富 这次突发奇想 点燃了100元人民币点烟 结果被举报 根据大陆人民币管理条例 最后这名男子被警告 并处以罚款1万人民币的处罚 回损人民币的民众很快被抓 另一起微博化名北极年鱼 称家里有9位数存款 被起底后发现 他住澳洲 是前深圳交通局长的孙女 案件调查了半年 最后给了一个调查不公开的答案 消息曝光 引发网友热议 更有网友质疑调查半年 却不予公开是否属实 结果这名女子 继续讽刺那些骂她的人 是不知死活 嚣张行径 加上处分不公开 更让大陆网友热议 TVBS新闻 玲珑士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